李豪叔叔 你能照顾我一段时间吗 你的家人不是来找你了吗 为什么不回家 我叫秦兰兰 那个人不是我的家人 我的爸爸妈妈已经不再忍事了 对不起 李豪叔叔 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我的真名叫叶世兰 否则 会给你带来杀身之火 音乐 去做饭 今天我还要出去工作 家里就有一个鸡蛋了 我吃 我还在长生气 你跟小孩儿抢进来 羞不羞 还吃吗 大小姐 你最好有个心理准备 别怕 是你让我给你扎了头发 我还以为你把孩子掉包了呢 扎姐姐你呢 我不能 她说得对 我一操老爷们 要不你来照顾她吧 你说说你是女的 你用爱打扮 你是 我是你妈 你怎么什么事都指望着我啊 你们俩为什么不在一起 全世界男人死光 我也不要她 李鹤叔叔 不想着还钱 有时间在这打情骂俏 李鹤你俩先走 李鹤你俩先走 走 走 英雄救美啊 承家你 德德 给我十天时间 我还能从那个小六二身上 不得我这样 行啊 李总 还这儿了 你要是早点上道 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个地方 给你十天时间 再换不上去 我自信 你不要命啊 你不要命啊 我要去救李鹤 他没有和我商链 老娘认了你 店都不要了 你还往回跑 李鹤欠了他们多少钱 大人的事你少管 他们要的是钱 又不是李鹤的命 等到爱顿的 走 走 你老娘酒吧搞成这样 连句道歉都不是啊 我这不是打算明天给你收拾了吗 打算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呢 十天 一百二十万 你 明天去药检察局 把财人在家里找到 李昊 我麻烦你想清楚一点 你知不知道这一年 我给你垫了多少钱了 再不还钱 你小命都玩完了 多少还上一点 拿出个态度 不然你麻烦真就大了 这人 这个人 叫过没 没见过 应该不是药检那群人 那天 我带小财神走的时候 这人就跟在我俩身上 而且 我最近总感觉有人在酒吧盯上 明天我跟你一起去药检察局 找个人查查 你狠 怎么样 你有没有条例 没有 什么都没有 有没有条例 他 你狠人 受伤害了 我 你这条例不在身上 已经被他藏出来了 你想要项链 我送给你个新的 我以后还有不少事情要麻烦你 你先回去吧 电话联系 哎 对不起 让我没改了 欢迎光临 想喝点什么 以后万叶集团 棒子棒子老虎 来吧 冒险 那就给我看看你手机相册里 倒数第三张的照片 洗手机 原来是你 从一进门就认出你 还跟我装算 老娘 开酒吧的 除了喝酒最大的本事就是认认 老娘开店三十年 第一次见有人来这玩游戏的 绑啊睡觉 神他妈帮自己 困色浪当 你看我掉机去哪儿了啊 我都等你好长时间了 老爸 给你住面去 住着吧 来干嘛呢 非法拘金会坐牢 明明是你鬼鬼祟祟在偷窥 我要见那个小女孩 这哪有什么小女孩 只有妙龄少女 你应该清楚你自己在做些什么 在那个小女孩来之前 我不会回答你任何问题 那咱俩就耗着吧 看谁能耗过谁 李浩 哪天有时间 我想见你一遍 你们俩是不是打算跟我卖鸟 我们已经把它控制住了 你见不见了 见 我要和他单独谈 不想 让我们单独看看吧 你店里有监控吗 能听吗 坏了就一直没修 你说他一个大男人 给你的小女孩 哪这么多花样 大小姐对不起 都怪我办事不力 让你受苦了 你到底是谁 有哪项链在你这儿 大小姐 和耶和夫人已经 请您接爱 我这儿有一段视频 请您看一下 兰兰 如果你看到这段视频 很可能爸爸妈妈 已经不在人世了 爸爸对不起你 陪你的时间太短 现在 爸爸非常后悔 当年 不该失望你的哥哥 也死扣 当年 是我对不起 我的好兄弟 作为弥补 我想好好照顾他的孩子 没想到 你哥哥自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野心日渐膨胀 爸爸担心 自己已经控制不了局面 所以兰兰 你要记住 如果 爸爸和妈妈 发生什么意外 你身边这个人 雄十一 值得你信赖 他会替我们照顾你 我相信 我叶云珠的女儿 一定会坚强地 快乐地 过好自己的人生 你思考到底想要什么 李昊 谢谢你上次救了我 你还好吧 接下来我说的事情 可能有一点唐突 希望你不要介意 我是一名财经记者 现在正在做万叶集团的相关报道 在查阅万叶集团相关资料的时候 发现了这样一篇未刊登的新闻稿件 所以 我想向你请教一下 这件事情当时的细节 财经记者 既然已经是万叶集团的喉舌 为什么要来了解这种污点事 我只是想对我报道的对象 进行一个全面的了解 这件事情我不想提 赵小姐 我只是救了你 并不想参与到你的生活中 我只是想多了解一点 为了自己的工作 揭开别人的伤疤 非常的没有道德 再见 跳桥那天 万叶集团的大公子叶斯扣 常见了我 我要报仇 你能帮我吗 那个小姨知道最近怎么样了 从报社辞职了 叶总 现在是敏感时期 还是要多注意一点 一切要以平时的法 集团过渡到手为主 千万不要再 你最近胆子变得挺大 我知道我的力量很渺小 不可能绊倒叶斯扣 你知道吗 李浩 我曾经是一个盲人 后来接受了角膜捐赠 我才重新看到这个世界 我常常在想 那个捐赠给我角膜的女孩 一定对这个世界 还有很多眷恋和不舍 所以才把她的眼睛 留在这个世界上 我不能让她看到 这个世界 竟如此肮脏 你想问啥 问吧 朝你想说的说吧 当令我找到了 这回相信我了吧 李浩叔叔 你能照顾我一段时间吗 你的家人不是来找你了吗 为什么不回家 我叫秦楠了 那个人不是我的家人 我的爸爸妈妈 已经不再忍事了 对不起李浩叔叔 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我的真名叫叶斯兰了 否则 会给你带来杀身之火 我叫秦楠了 那个人不是我的家人 我的爸爸妈妈 已经不再忍事了 想哭就哭吧 你是好人 不想跟你胜过在一起 叔叔这里并不安全 那天你也看到了 叔叔可能 照顾不好你 你欠了他们多少钱 明天我会带你去警察局 他们会为你安排 以后的生活 我不要 李浩叔叔 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就让我留下吧 叔叔以后 想要一个人省光 来了 没钱 你是要钱 蓝在你酒吧吗 没钱啊 不是在你家吗 那个蓝电话你有吗 雪 刘石叶 我有我买上的 你们昨天晚上说什么了吗 我昨天跟蓝蓝说 今天要送她去警察局 咱们分头找 一个小女孩也不会走太远 她是不是直接回家了 不会 蓝蓝没有家人了 你到底是谁 跟蓝蓝什么关系 先找到蓝蓝 我会和你们解释清楚 我只有这个月的零花钱了 三十万 你先拿着 剩下的我看看 怎么跟我爸爸骗些出来 十万 你到底遇到什么事情了 需要一百二十万 我这边没有 你们这边找到了吗 我都照片了 根本没有呀 蓝蓝 好 玉丑少爷 希望您不要介入叶家的事情 叶家的事情与我无关 但是你们跟踪我 我可就不高兴了 跟人说得对 叶家的事情 少参与 我自己有分寸 你们不用事事 都跟我爸爸汇报 这么小的孩子肯定跑不远 赶紧找 喂 赶快报警吧 蓝蓝肯定被拐卖了 你先回酒吧 等我消息 我爱你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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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